印度、越南的高铁还在图纸上 中国技术的印尼亚万高铁即将是运行 和中国站在一起的国家只有获得利益 永不会吃亏 印尼找中国修建高铁 这个选择绝对正确 印尼的亚万高铁是100%按照中国标准建的铁路 可以跑350PMH 印度高铁、越南高铁、印尼亚万高铁 差不多同期招标 雅加达高铁都快通车了 印度、越南的高铁还在草图上 中国高铁技术世界第一 这个话现在已经没有人敢喷了 因为实力碾压 越南哭晕在厕所 越南当年找日本修的高铁是多么错误的选择 铁路修到哪儿就会把经济连通起来 有了经济就会有钱赚 就不会有战乱 在建的亚万高铁 现在就能安排当地人就业就有13000多人 工资是当地的几倍 雅加达到万龙 全长142公里 设计最高时速350公里每小时 铺轨全长279公里 有闸轨道113公里 无闸轨道166公里 1435毫米标准轨道 进站出站速度慢是可以铺有闸轨道的 全程约36分钟 中间四站 雅万高铁大部分沿着高速建设 部分地下 大部分为高架 少部分地面 因为万龙是高原 部分还是隧道 雅万高铁 在每个站点设计双轨停靠 运行时间是可控的 就可以实现来往车辆正常运行 雅加达到万龙 由原来的三小时缩短到40分钟 出差一天可以来回了 雅加达是印尼原来的首都 去旅游胜利贸物也方便 加拉旺是西爪哇最大的工业区 都是大厂 帕达拉朗也是一个工业新区 万龙是旅游胜利 也有政治意义 所以印尼第一条高铁崖 万高铁是有深意的 未来应该两条线 从加拉旺分开南线继续往东走梭罗 北线走三宝龙一直到苏拉巴亚 北线才是印尼最重要的一条城市线 这几个没见的 或者最后找其他国家见的 比如墨西哥 马来西亚 越南和印度 现在哭都来不及了 因为当年没选择中国 现在造价高了很多 看到印尼快开通了 这些国家国内民众都骂声一片 再次见到那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